欢迎来到有声书品 我们透过人与书的对话 书对人的启发 跟你一起聊阅读 聊想法 聊行动 今天带来这本书呢 叫男孩危机 非常符合我的心情 因为我是男孩 还是我有危机呢 还是都有 还是都有 这本书是由嘉玲选的 他在开录之前 跟我分享这本书的时候 非常吸引我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我不知道 如果你跟我岁数接近的话 大概就是现在 四十几岁左右的这一代人 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们这一代人 尤其特别当一个男人的角色 是有一点难 而这个难 是不好说出口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的父母亲 应该说我的父子 被那一代的男人的典型 大概就是那样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 但至少在他们的运作里面 他们也是跟自己的 父子辈学习 好像这么copy下来 是没什么问题 可是我现在 四几岁的男人 如果你copy 我自己父亲的那一辈 的言行作派的话 你就会成为一个 油腻讨人厌的存在 被狡刀爆 对 但是呢 你又没有新的典范 你真的去介入很多 所谓的新好男人的角色 你可能会被女性嫌弃 而且你会做得 很没有成就感 是 可是如果你copy 你的上一代的话 你会成为那个压迫人讨人厌的 那些你自己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 似乎不见容于这个时代 你就会好像有一种是 但是妙就妙在 你的上一辈 他扛起家庭的责任等等 到我们这一辈 四十几岁的 你没有 你没有一点有少 可是你却有一种就是 我既要扛起上一辈的男人 应该扛的责任 而我 而上一辈男人可以享受的 这也享受瓜好了 我其实用好的定义 不一定是享受 就有一种是 这样子 大家有共识的东西 在这一代是没有的 对 对 然后你真的要 像我记得小时候 那个一个汽车广告 心好男人 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广告词汇 但他其实是给我 这一代的男人 一个很大的压迫 这里我并不是说 不要帮忙家务 不是说不要洗碗 不是 而是他背后所影射的精神意涵 会有一种 我希望成为一个好男人 甚至于心好男人 但我无所依从 对 你讲得太好了 好我开场完了 接下来就要给你们 你的开场两分钟 对 我觉得好像仿佛是你可以主讲 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作者 作者 对不起我忘了 作者是两位男性 两个男人或男孩 分别是约翰葛瑞 跟华伦法雷尔 约翰葛瑞 你们可能听了没印象 但我说他一本畅销书 多数人大概就知道 你没看过 你可能也听过 叫做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有没有 我记得我们在两性观点 尤其一般如果不是学心理的话 这是一个启蒙读物 对不对 两性差异 大脑的结构 沟通的风格 各方面的 所以这本书很精彩 很精彩 非常精彩 如果有长期追踪我们有声书品的听众 一定会发现 我从上一本 荣格心理学谈 男性心理 到这一本 我还是focus在男性的这个经验 经验室 我觉得是有我的历史脉络的 那我想最后我再讲 可是我先讲这本书的 风底的一段话 我看了非常有感 我念给大家听 他说 男孩危机是时代造成的问题 性别的战争中 不论谁战上风 都是双书 应该不分男女 拉掉性别的框架 做自己擅长的事 好 我非常喜欢他说 不论谁战上风 都是双书 因为凯宇刚才讲的那段话 他用身为一个男人 说他在他这个位置 跟这个时代 他觉得有被压迫的感觉 说真的 十年前的我听不懂 我会觉得 会觉得我在讲干话 对 我会觉得你 你享受这么多东西 然后你跟我说你被压迫 可是我很开心 我在这个阶段 认识的这本书 与其说我认识这本书 应该是说我准备好 我自己去读这本书 因为这里面很多的书 真的都冲击我的 我对男性的理解 还有我对他们 现在处境的 的以为 冲击你对于 男性的三观 对不对 对 那这两本 这个作者 为什么是两个男人写 因为我说真的 我自己身为一个女性 无论我有多努力 觉得我要 忠心一点 我要就是 理解另外一个 可是我就是不是 所以我会有很多 直觉的逻辑 我一直觉得 这叫正常 上一本书 天才在左 风子在右 所谓正常是什么 就是我 一线之隔 我觉得就这样啊 有什么好讲的 是 我是怎么样都写不出 这本书里面的东西 因为我就是不是男人 对 好 可是为什么今天是 由我女人来导读 不是男人 因为我觉得 凯云如果你来讲这本书啊 其实还是很容易 被推到某一个位置 好 你就是讲干话 或者是 有什么好叫的 对 可是由另一个女人 试着来讲 一个男人的处境 我在那个靠近理解 还有我的挣扎 我觉得他就开启了对话 嗯 我想要先打个预防针 今天这一集 如果你是很极端 很极端 女权的 我建议你可以到这里就好 因为你有可能 接下来会听的 不是那么的顺心 可是如果你也开始意识到 你有儿子 你有伴侣 嗯 然后你身边的男人 你其实真的很想懂他 你不会 其实就算是一般 在工作职场上 嗯 对对对 如果你有男同事 对 或者是你的协作厂商 你的对口 对 对不对 几率很大 我自己有一个小发现 应该吧 我自己有 我自己在讲书之前 我有一个小小的 生活经验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家最近 在做工程嘛 嗯 大部分的师傅 都是男性 嗯 然后 嗯 要去监工 所以有的时候 会要跟这些师傅 打屁一下 嗯 以前如果有 这种男性 跟我讲一些语言的时候 我会非常不舒服 嗯 我可能很快的就 就觉得 有一点被侵犯 还不到骚扰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去 这些就是工地的时候 这些男性 还是跟我互动 我感觉 我很自在地 跟他们在一起 嗯 他们还是讲那些话 嗯 可是我没有像以前 那样觉得受伤 觉得被刺到 嗯 然后觉得 他话中有别的意图 当然他有坏心 我还是分得出来 嗯 可是我突然有一种 我觉得我很舒服 现在我跟另一个性别的关系 嗯 但是这个不是因为 另一个性别改了 嗯 而是因为我愿意用 另外一个视角 理解另一个性别 嗯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 这么想要导读 这本书 这本书超厚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选的 这么厚 哈哈 他需要花一点耐心 好 那我们先 不管你选的是厚的 还薄的 你都讲得很厚啊 哈哈哈哈 前面那个他与他薄薄的 对 很厚的 超厚的 好难讲 一定是我读的还不够透 对对 我很少看到家里 你在讲的时候 大来刮 小来刮 好 先来讲危机 好 那大家 这本书叫男孩危机 一定要先讲 那男生到底有什么危机 对啊 对不对 你看 一路都是父权社会 有没有 然后呢 女性还要争取同工 同仇 男性就先添有优势 然后天花板 是不是 对不对 有什么危机 危机一个 屁 来我讲几个数字 现在 现代人 你去问新婚夫妻 如果他只生一个了 是 他想生女儿 还是想生儿子 我认识 跟我同辈 上下左右 大概五到十岁的 多数都是想生女儿 对 因为女儿贴心啊 对 因为现在的女儿 其实 因为一个很实际的 哪天我老的女儿 比较有几率会照顾我 这次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翻转的女性 现代女性也比较多的机会 这本书说 现代人想要生女儿 比生儿子多 两倍 不是50% 不是20% 是两倍 那这边还是先定义一下 这本书是美国人写的 所以我猜他大部分在讲的是美国经验 就是一些可能所谓复国的经验 那如果是一些东南亚 我不知道能不能同用 华人社会可能会 再少 balance一点 可是如果我自己的身边的经验 对 我们自己的个人经验的非正式调查 对 其实还是生女生 对 没错 真的 所以都没有人要生男生 对啊 男生都会一直 你生男生 然后就开始觉得 我自己就遇过我男生的朋友 他说他其实很想要个儿子 但他不敢讲 你知道那个心情很复杂 那个心情很复杂 是表面上好像是一家之主 他他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决定 但是你倒过来想 连这件事情 我讲了也不一定生得出来吗 对 那我连讲都不敢讲 对 因为很快就会说 所以你重男情 你就是想要一个信你们家的小孩 这样子 其实会有好多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一直去觉察我自己那个下意识的反应 对 贴标签 对 怎么认为 男人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对 我必须承认 对 跟广大的听众道歉 跟你道歉 我承认 我以前有一些下意识的反应是被影响的 对 是带着那样的视角去看异性的时候 它是会影响到 对啊 其实身为一个父亲 他说他想要一个儿子 跟他想要一个女儿 他并没有什么 性别上的 差别 纯粹就是就像我就是喜欢吃面 就是这样的概念而已 对 也不等于说我说饭就不好 这样子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有些话真的 变成男人来讲 他就变有原罪了 嗯 这跟你后面讲到我猜可能有点关系吧 对 跟男性群体之间互动的模式有关系 是是 好 再来就是 在美国 25岁到31岁 嗯 儿子还在跟父母同住 我们现在在台湾觉得很正常 可是在美国这不一定是正常的事情 那就赖家王老五啊 对对 就你根本没有长大啊 好 没有独立啊 25到31岁 儿子跟父母同住会比女儿多66% 就是三分之二以上 意味着 他其实没有特别说什么 就是他意味着 以前男性会更想要积极独立的面对这个社会去去有他自己的一片天 但现在很多男生是处在一种不作为的消极状态 好我等一下会讲为什么 躺平的状态 对 然后再来 社会对男人的偏见其实是一种暴力 嗯 比如说 我先讲 接下来我讲的这两个 他绝对是存在的 嗯 可是他不等于所有的男人都这样 嗯 可是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些被报导的事件而 污名化的男性 嗯 这两个一个就是me too me too大家知道吗 就是性 嗯 关于性犯罪 对 上面对男性觉得 他们的某些东西就是在侵犯女性 好 跟暴力犯 嗯 好 这两天的头条热门新闻就是 亲密关系里面的暴力 嗯 某个议员的 某个立委的状况 的经验 嗯 对 没有错 这些状态的加害人很多是男性 嗯 可是不代表 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就绝对是这个男生的错 嗯 这里面也有很多是女生透过这样的社会的观点来操弄这件事情 嗯 但是在这时候 如果我们去质疑这件事情的争扎 很快的又被说 所以你检讨受害者 嗯 嗯 可是在这个时候 如果男性他真的是 是委屈的那个的时候 他会很痛苦 嗯 好 我举一个 今年度也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 也是一个非常红的男性 那他的前一个情感经验 可能没有处理好 所以他当时的女朋友就跳出来 在一个戏大红之后 跳出来说 他始乱中戏 他叫他堕胎 然后他以后怎样怎样 然后讲的就是那个男性就是个渣男 渣男 然后很那个风向就整个被拉掉 被拉掉了嘛 你想想看那个男性 嗯 后来是我先讲后来事实证明哈 听起来是那个女生是大有问题 嗯 他把很多自己的状态 嗯 丢给这个男生 是 然后只片段的截取一些事情 然后抹攻击 抹黑 嗯 可是我在想的事情是 那为什么他只是这样讲 在社群上贴一个文 所有的人就觉得 嗯 不用调查了 就这个男生的问题了 嗯 其实某种程度那也是一种暴力 嗯 因为我们可能听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所以当有一个人降跳出来 说我们还没有调查 嗯 我们也搞不清楚真相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就先出来了 是 那是一个很下意识的连结 对 一定是那个怎样怎样怎样 那这个男性如果他真的没有的时候 你知道他会有多痛苦吗 嗯 那跟女人以前 遭遇过一些 侵犯或者是一些状态 他没有地方可以说是一样痛的 对 我希望大家 那如果你对女生有一种疼惜 觉得 以前有些东西非常的不公平 不应该这样加在女生身上 那你请你同样用同样的标准 对待男性 嗯 我说性别 如果只有一方赢 就是双输 对 因为 你把另外一种性别攻击到很好 难道你就不要亲密关系了吗 难道 你就这样会很快乐 你的关系就会变好 不会 嗯 你把另外一个攻击的很惨 把它拉下来 不等于你会上得去 然后你会很快乐 是 好 然后再来离婚上的优势 这个我跟 赖方玉律师在聊的时候 我也有 他也有特别讲 如果 双方离婚 嗯 好 男性会被预先认定 不会带小孩 对 这已经是一个default 叫做预设状态的 对 我当然相信 呃 妈妈在教养上面花了很多努力 可是我上面会提 到底教养是用谁的标准 然后我们现在流行的标准 是怎么来的 嗯 没错 等一下有点刺激有点辣啦 大概是你准备 因为我们这边 这本书呢 其实 有时候谈到这个东西 它容易就是 如果你没有听完整个概念 你断章取义 那就会 就会有很多的情绪 可是我觉得我们 今天谈这本书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我们回到人的本质 嗯 我们回到两性的本质 我们不试图 因为我说好 有时候讲那个两性的对抗 嗯 那个是蛮讨好蛮讨喜的 是是 而且你很容易 我完全知道我可以讲什么 对 你很容易站在一个立场 然后你就得到很多的掌声 而另外 被你攻击的人 其实会听 还没能挨 就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我们选择了一条 难的路的原因是 嗯 它难又不讨好 可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坚持 就是 我们首先是个人 嗯 我们才有所谓的性别角色 是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离婚上的落实 如果大家再往前推个 三四十年好了 嗯 以前 在台湾如果离婚 可能 一定都归南方 嗯 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是 会觉得 那是男生的肿嘛 以前会这样想 然后再来就是 女生养不起 因为那时候经济 没有那么平等 是 所以女人很痛 嗯 她生了小孩 不能带自己的 的孩子长大 不能跟他们见面 很痛 嗯 可是同样好 时代反转了 嗯 没有男女生 很多时候就是离婚 她选择把小孩 嗯 扛下来 嗯 自己来 可是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 很多的法律的状态 或社会文化也 偏到另外一种性别 就是 离婚 那小孩为妈妈有什么好讲 都是妈妈在照顾 爸爸只带钱回来 她会什么 嗯 我们很快就会这种反应嘛 去剥夺 而且去忽略 男人其实也会想要看孩子 嗯 的这种痛 那就跟当年的女人 有什么不一样 嗯 本质上没有差别 对 就是 很多时候在离婚 我当然知道离婚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真要离了 我们的感情 大人的感情不行了 嗯 孩子在这中间到底要怎么去 去因应两个父母亲 嗯 在这本书一直在强调一点是 没有爸爸的孩子 嗯 其实是在他后面的成长过程 是会有一些 遭遇到一些问题 跟很大的困难创伤 但这些东西都会下意识的被否定掉 觉得反正有妈妈有给爱 然后他很辛苦的把他养大 应该就是叫做正常 完整 而且我们还不能说 担心家庭的小孩怎么样 嗯 因为你做这样的研究 就开始被贴个表情 可是他里面有说了一些 就是一些长期的研究 其实是看到一些现象的 可是是很困难讲 因为他就政治又不正确 嗯 所以这里面其实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看很多漫画 很多四个漫画 或者有一些广告 都会刻意嘲笑男性 在教养上面 小孩会呼吸 的失能跟无能 我们在一直不停的放大 男人不会带小孩 可是我们同时又期待 男人带小孩 对 对 你不就给了一个很双重的 对 讯息 我们一边嘲笑他们 我讲男人的位置跟立场 那种感觉就像是 我心里想要带小孩 可是我一带小孩 就会动辄得救 嗯 那如果我不带小孩 那又更是大错 嗯 那就是要双错冲突 对 我怎么做都不对 对 就是这样 对 对 所以 呃 如果你 今天进来之前 你以为我可能会讲一些什么 让你觉得听起来很舒服的 嗯 我希望你可能会 不一样 好 然后再来 自杀能数 的人数 男性 大过女性的四到六倍 这么高啊 男人只要一执行死 自杀就是死亡 啊女生通常就是 死不 就是没 他有这个意图 可是没有真的能结束自己 好 所以 我现在说的自杀人数是真的死掉的 嗯 真的因为自杀而失去生命的 对 然后男性的寿命 好 在一些国家来讲都是比较短的 嗯 那这时候有可能会说 哦 那是因为男生比较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嗯 然后他抽烟喝酒 积累的 他们情绪没有出口 所以女人比较长寿 嗯 这是我们普遍流行的解释 嗯 那这个作者他就有说 但你没有考虑过 很多危险的工作都是男人在做 嗯 包含消防 嗯 警察 军人 专游 嗯 工地 嗯 这些粗重又危险 一定会损害他们生命健康 寿命健康的工作 其实是男人在做的 嗯 所以他在群体上面 让他们的寿命减损了 除了我们以前认为的理由 会不会其实有这个 嗯 男人承担了很多很多压力责任 但是我们也没有去preciate这件事情 嗯 我们还反而理所当然 啊你就是个男人 做这件有什么 嗯 嗯 所以他 嗯 就是 讲到这边你有觉得危机吗 怎么讲到这边的一声长叹 就是 嗯 我说真的 我刚开始读 这本书的三分之一的时候 我调试蛮多心情 是 他其实 我一方面会有一个东西是 作者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会不会是因为是男性 特别把某些数据 对就是我们说研究上面的偏误吗 对对 我特别截取支持我论点的 对 数据跟资料这样子 对对对 我承认我会 我也承认可能有这个意图 作者有这个意图 可是我同时 也还是觉得 那如果我先放下以前 我对性别的理解 我对男性的理解 我会看到什么 嗯 这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内在做的 蛮多的功课 嗯 好 那讲完 危机之后呢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谈 两个 我觉得 很有趣的 就是 在这本书 作者开始去谈 嗯 呃 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 男孩现在的危机 呃 比如说他们 比较不愿意上学 他们的学业表现 也跟同财女性 女生来的低很多 这些问题 到底都是怎么来的 嗯 好 他就 明白的 他就说是因为父亲缺席 父亲缺席 他归因这个 父亲缺席 呃 他主要在讲的意思 就是因为父亲 现在的工时 跟经济状态 让父亲他 被迫要花更长的时间 停留在工作上面 才能养一个家 嗯 那当然他不是 就真的一句话讲完 他有很多很多论述 嗯 但是我会讲一个 比较general的状态是 这本书非常非常鼓励 男性是要回归家庭的 嗯 嗯 他 他还是 某种程度是 跟女性的期待是一样的 希望有更多的靠近连接支持 可是他也 说出了为什么很多男性想 但是他做不到 嗯 的困难 而这个困难 其实是需要两性都去认定 都去理解的 嗯 都是去尊重这个状态 而不是先推男人 是 是 你就是不负责任 好 你就是没有在 在把心放在家里 嗯 嗯 那 其实他刚刚 你刚才开头有讲 现在这个社会 的男性很难 他难什么 如果一句话讲完是 作者说 现在的男性 他们失去了一种目标感 嗯 哎 这个很到位 嗯 这个很到位 我在读龙格心理学的时候 我才懂一件事情 叫做 未典真的没有懂 嗯 对男性而言 对男性而言 活得有意义感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那个意义感 他必须透过他 因为他的存在 完成了什么 嗯 或因为他的存在 什么被建构出来了 于是他确认了自己的价值 嗯 跟女人觉得有意义感 不太一样 对 他真的不一样 很根本底层的不同 对 以前的男人 我们先不论他好坏脾气 好不好 可是他透过养好一个家 嗯 他可以对于他男性存在的 这个价值很清楚 嗯 他的尊严确定感很高 对 嗯 好 可是现在这个男性是 他养好一个家把钱 带来已经没有 这个叫做 这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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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叫做 应该的事 而不叫做你有尊严的事 对 嗯 对 好 因为他女生也可以说我也有啊 对 我们现在不是来论战 这不是论战 这不是论战 对 我觉得他的视角就是切到一个 因为任何人不是活在 在真空 任何性别也不是 女性他有他的时代流变 造成女性心理的变化 嗯 而今天这里我们讲的是男性 在时代流变的心理变化 对 的确就像我开头说的 其实 呃 我 我对照我的 父亲 父子辈的那一代 嗯 一个男性的尊严跟医感的 确定性是高的 嗯 至少 anyway 先不论对错 哦 就是他养好一个家 他完成了他的任务 是 那在我们这一辈人 哦 养家叫基本 不养家叫做渣 嗯 但养好家之后 那 那什么东西是确立我们的尊严 是 然后他想要做一些 事情 他妈妈就会跳出来说 你这样做不对 你应该怎样 嗯 然后很多很多的批评 然后让男人 不管在家庭跟工作上 他都没有自己的位置 他都没有被肯定 对 我们现在有很肯定男人 就是 比如说好 这个爸爸想要回归家庭 真的当一个全职爸爸哦 不养家哦 你觉得有多少人觉得很好 其实最大的挑战 就是他的家人了 对啊 不要说社会 嗯 他周遭的人 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对啊 比如说像八二年生的金字音 就演这一段嘛 对啊 他的先生想支持他啊 对啊 可是下场呢 嗯 你是说哪一段的下场 就是那个孔刘的下场 就是被他妈 然后媳妇也会被狡一顿啊 我跟你讲 这本书的下场 也很令人稀奇 是一本好书 是个好电影 但是在除了韩国以外的其他地方 觉得很棒 对 在韩国 被骂得要死啊 对 被骂得要死啊 对啊 我想如果不是孔刘撑得住吗 对啊 还好是孔刘 还有那女主角 也很厉害 也很厉害 好 所以我刚才讲 那个目标感的遗失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 开语 你也可以补充 就是因为目标感的遗失 然后做什么都不会被肯定 然后也不会被好好的理解 很多时候是反而东西很快就加上 变成男人下意识的消极 不作为 反正我就活着 就这样躺平 我自己的经验 跟我认识的一些男性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辛苦 就是我举我自己作为例子好了 你不是你这样对我 但是因为这样比较好讲 就是说 假设一个男人 比如说我好了 我事业成功 在过去 我可以正臂高呼 我可以 笑到 对啊 某种程度可以糟糕天 但是说实在一点 我这一辈有很多 事业成功 连叫都不敢叫 因为叫了人家就是说 那你还 了不起哦 你还不是 你还不是 家里 家里背后一个女人 在牺牲 牺牲自己 那你有照顾家庭 就 其实 事实上来说 他男就男在这里 一个 所谓的心智正常的男人 他 他其实是想要兼顾这些的 因为他会把这些 纳入他所谓的成功的一块 可是 事情势必有先后 势必 你知道对男人来说 一个 闪光点是重要的 闪光点是什么 就一个亮点 Spot 一个闪光点是重要的 那现在我觉得这点是被 被剥夺了 嗯 他就会变成就是说 你如果闪光点是在个人的兴趣 人家可能会说你玩无上知 嗯 闪光点在事业成功 人家说你 人家说你 人家会觉得就 那你跟前一辈的人有什么差别 这有什么了不起 那好了 那这一辈的人成功到底是什么 嗯 对 这一辈的男人的闪光点 到底是什么 很辛苦 很辛苦 真的 这上一代男人典范的这个失落 其实会让 呃 四五十岁之后的这个男性 是很辛苦 而且他们的辛苦 还没有办法说清楚 哦 对 连我连我受这个训练 我其实都说不太清楚 其实 当我只知道 你知道就是 比如啊 音乐创新高 其实我不太敢嚷嚷 嗯 很怕被当成某一种样子 就跟那个me too 跟暴力犯一样 嗯 你在关系里 有委屈 你真的都连不敢叫 嗯 因为你一叫了就会 女权或者是 比较维护女性的 就会说 那是怎样又怎样 嗯 好 所以 嗯 很辛苦 然后 再来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 会给男性很多 英雄观的暗示 我现在讲的已经不是 男生不能哭这种东西 这大概可能大家就会说 哦 表达情感很好 男生也可以表达情感 可是更多是更隐为的 我必须承认 可能连我自己不小心都会这样 就叫做 英雄观的暗示 什么叫英雄观 讲八卦文就是 我们会不小心暗示男人 不重视自己才是有价值的 我们会鼓励他们追求风险跟危险 然后再说他们拖垮了平均寿命 对 比如说男生选了一些穿制服的行业 消防啊警察啊 对不对 我们会鼓励 嗯 很好 男生做这样很好 可是你一旦选择这种工作 就是你没办法照顾家庭 对啊 对啊 它是注定的啊 它是注定的 嗯 好 可是这时候我们才来说 那你你你你选择了这行业 可是你还是应该要照顾 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 他是一个结构性连锁耶 你看你没办法照顾家庭 没办法照顾好你亲密关系 你亲密关系出问题 你们到最后分开来 你又没有探视权 对 他是整个逻辑下去的啊 对 对 所以男人在这个过程里很辛苦 然后他的辛苦是很困难被理解的 对然后更不要说很多电影 男人要就男主角 如果他展现编剧要怎么 让他展现他的人设是好的 一定是让男人去做那些最危险的事情 不会是女人去啊 冒险泛滥啊 对啊 如果这个男生 不管这个这个电影或这个戏剧 是以男主为厉害还是女主 但是在男人那时候该作为的时候 我们都还是会期待他 你现在要干嘛 嗯 你应该要怎么样 你要上去跟那个歹徒打架 嗯 有没有打赢是一回事 但你有没有做电视 有没有guts 所以如果这个男生选择 这样好危险 我不要用这个方法 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嘲笑他 你在干嘛 对 所以男人不能 我们一方面告诉男人说 你可以表达情绪 可是我们又不能允许他软弱 真正的软弱跟会害怕 我们sometimes会觉得 有必要这样吗 我们那种下意识的暗示 然后再来这本书 我觉得蛮直接的 他说 因为女权大概从1900年开始嘛 慢慢的第二性啊 这些女性主义会开始 然后作者 我觉得他是有感的把他说 男性对自己处境的意识 真正晚了女人50年 跟男性的身心发展一样 如果特别在青春 成年期之前 那个男女的那个发展 女生是比较快的 对 我想现在有很多词会来讲女人的状态 看看可是很少有研究 我想除了 我尽量去理解 可是真的不多数 是专门以男性的角度在讲男人 因为一定不会卖 卖的卖不动 对 因为大部分买书会探讨这个都是女性 然后男人 我自己说真的 如果今天我没有推荐 你会特别想说 找一本书来看一下 看自己的处境有多糟吗 问我不准啊 我是专门在做这件事情 应该男生不会啊 但我认识多数人 就像我刚刚想到 你看哦 所谓的过去点出的 所谓的婆媳问题 婆媳困境 其实多数是女性视角 对不对 但事实上 同样的一个情景里面 我几乎没有听到 男性视角的词汇 和男性视角的说法 的困难 多数就是 你这儿子在干什么吃的 但其实正因为他是儿子 又是老公 他有他的男 OK 所以 但是其实我也有想到 其实男性在遇到 这种问题的时候 现代有好一点 现代的男性 主动求助的习惯 有慢慢被养成 但你说 但那个其实也就是 差一步就病入膏肓 才会这样 对对对 对男生来讲 对 在他们的逻辑 在你们的逻辑里 可能就尽可能 先自己解决 没错 因为在你们的教育里头 也让你们说 你必须先自己承担起来 对 好 然后试着解决 这样才叫做负责任 其实我遇到很多 跟我同年龄的男性 他说 虽然这个世界都 很鼓励我们 要说出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在他的关系 跟生活里 每一次试着 说出自己的想法 第一时间得到的是挫折 对 对 就是有时候 不是他的伴侣说什么 而是那一瞬间 伴侣的表情 就已经伤到他了 对 你的表情就已经 伤到他了 我说真的 我实际是女生 我当然要为女生维护 我前面 有声书饼做这么多年 我讲女权书也蛮多的 但是我也必须承认 为什么婚姻 为什么夫妻治疗 有需要存在 而且有需要 就去求助 没有问题 是因为你真的 并不知道 你给的这个反应 女性你自己给这个反应 你不觉得你是在攻击 可是在男性眼里 你就是在攻击 对 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好argue的 那只有在一个客观的 第三者面前 你们的之间 那个解不开 无法沟通的事情 才能开始去厘清 要不要离婚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后话 可是我觉得 你们有没有真的 去好好面对 你们关系里 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现在女生的声音 我必须承认很大声 男生相对的 在私领域的声音 是会被忽略的 对 好 所以呢 在那边有一句话 我特别抄下来 他说 现在的人呢 不停地告诉女生说 婚姻会让女人失去工作 你要小心 去提醒他们 你要想一想 不要结了婚之后 就放弃工作 男人有一天要走就走 就这种警告很多 但没有人告诉男人 没有人警告男人 婚姻也会让他 可选择的工作项目变少 真的 因为他养家 可以养家的工作 说真的 并不是所有的工作 都可以养家 如果你的工作 刚好是比较养不起家的 你又是一个男性的时候 你是会被鼓励 放弃你的兴趣 对 女生可以说 你嫁个好老公之后 就兼得做 可是我们比较不会鼓励男性 你去找个好老婆 然后你牵着做 这不公平 这其实非常不公平 如果我们回到人的本位 不是用性别的本位 我们要不要下意识的 我们要不要更勇敢的 有意识的 你去问你对男人的期待是什么 我先承认 我曾经期待你养家 我承认 可是那也造成了一些 我们没有说出口的冲突 其实有时候那个关键就在 那份期待 有时候那个重量就会失衡 就是你知道这对男生来说 我自己 我自己很多同辈人就有感觉 就是说对 他可以感觉到伴侣这样的期待 但你知道矛盾就在于 为什么我说男性有时候会失去一个目标感 就是我也真的养了 可是我并没有得到更好的对待 感谢 对 连感谢都没有 对对 真的是这种感觉 还会说你就提管机爸爸 有什么好讲的 对我养了也不是不养也不是 对不对 对啊 其实我正心 我一直都养的挺好的 有了 对嘛 我其实一直养的都挺好的 请大家不要自己把男女主角想成为我们两个 对对 可是我必须说承认 没关系啊我们两个够强大 让他们想能够联想也没关系 我也承认我对男性 就是有一 那种投射是很 可能是我父母亲也好 或是我所得到的社会的暗示 或者是我自己的偏见 自己承认 我确实对你有些期待 我也确实觉得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就不是个好男人 我有 但是我为什么说我很感谢我在40岁左右 我才开始接触这个东西是 我够强壮到去处理我自己的议题 我的需求还有我的偏见之后 我才能去跟你核对这件事 不然我们俩的关系 我在保护我自己都来不及啦 我一定要说你错啊 我才能证明我是对的 所以那个关系是 亲密关系为什么这么难 除了沟通的问题之外 更多还有这个人的身心成长成熟的阶段 亲密关系的难就是在 我们都企图找到另外一半来圆满自己 但是事实上我们应该要先 我们应该是要专注在圆满自己 然后跟另外一半成为一个更圆满的家庭 他里面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如果今天有个男生很会念书 在美国我们现在在美国 然后他很会念书学历很高 他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呢 高中老师跟牙医 在美国老师是一个很不好的工作 这个男生其实有兴趣的是当老师 可是他会被所有人一样鼓励去当 牙医 对这在台湾不是也是这样发生的吗 是啊 对啊 所以我其实觉得 性别意识 性别的问题被看见 不是男性被看见 还是女性被看见 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用什么样的性别的框架 在看这件事 是需要被讨论的 这里面就在回头刚刚讲的 男生是没有选择的 就是在讲女生 因为被提醒过说 你结婚之后有可能会失去工作 所以你要小心这件事 所以他第九十页就有说 现在的妈妈有很多选择 她有哪些选择呢 就是全职工作 全职养小孩 就是以前我们父母亲那一代的家庭主妇 跟他两个都做 就是也带小孩也去工作 比如说像宣宁这么优秀这样子 他会被鼓励很多 你可以这样 你也可以这样 你可以前三年这样 你可以前四年这样 有选择 但男生没有 男生只有一种选择 有啦三种啦 全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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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 他里面写了一段话 我觉得很 很去让我发想 他说 如果这个爸爸选择全职在家 通常就是几个情况 他失业了 或者是他公司遇到一些状态 好 那当然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会允许 然后就是说 没关系 你就休息一下 然后再找一下 可是 问题来咯 如果这个家庭的女性 看不到这个男人回职场的希望 就会贬低她 这会在那种有意识无意识的 这还不是我付的什么的 就是以前男人对女人做的事 其实女人也会对男人做 对 然后他就会在小孩面前贬低她 或者是反正就是 考虑她这样子 爸爸在家里带小孩那一个 就失去了对小孩的尊重 失去了小孩对他的尊重 对对对 小孩对他的尊重 就是以前比如说妈妈在家里 我们还会教小孩说 你要 妈妈很辛苦耶 他都 他照顾我们耶 对对对现在有很多东西就是 不要觉得女人一整天在家 没事干嘛 带小孩很辛苦嘛 我们会一直说这件事嘛 那如果这情境变成男性呢 我们是不是都说 哦 他就可能睡一天 他再打电动打一天 就是 会很多 对 很多 需要被觉察的事情 对 我们现在一直对男人的调侃 嗯 是出于什么 对 攻击 还是真的 有时候男人遇到当 全职家庭主妇的男人 也会调侃那个男人 对啊 就说你好爽哦 不用在外面冲杀 嗯 你怎么知道他很爽 对啊 对不对 就他也会有一些东西是说不出来的 就像现在有些女人 他想要好好当个妈妈就好 其实也是会被酸 对啊 你好幸福哦 不用工作 嗯 干嘛讲这个话呢 对啊 就是每个人生命的选择嘛 对啊 就是 所以 因为小孩赢不了小孩的尊重 你看 他失去了工作的这个 呃 意义感 嗯 然后他选择在家 想把小孩好好带好 可是 他仿佛就没有要回去的 这时候他太太对他的态度 就让他更失落 嗯 所以你让男人怎么办 他是不是为了赢得尊重 他只好去做那种 公时很长 可以把钱带回来的工作 嗯 可是你这时候在酸他 嗯 你都没有陪伴 好 你又要他陪伴 可是又要他能养得起一个好的 家庭 给予一个好的家庭 一个品质 我们是不是真的标准太多了 嗯 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男人身上也 给了他们很多的压迫 而我们没有知觉 就像以前我们没有压 我们没有知觉对女性的压迫 嗯 这件事情也是需要被讨论的 是 因为刚开始在讨论被女性 女人被压迫的时候 男人也是步步调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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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很多的 女人不就应该要怎样吗 有没有 嗯 这种概念 所以我相信 我们现在在讲说 男人被压迫的时候 或许也会有一个女人 跳出来说 男生就应该要怎样啊 其实那个pattern是一样的 我没有觉得谁比较优秀 或怎样 可是我需要这件事情被看见 是 或被讨论 是 好 那再来呢 我想要用最后的时间 讲两件事情 是我读这本书 觉得我被词了 就是 电到 我 我深刻反省的是 嗯 好 就是教养的差异 他在97页的时候 哎 哦 不是 107 105页讲了一个 摔角的例子 嗯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因为这一定是男人才写得出来 是 我先讲 这个作者他用一个隐喻 他说现在的家庭都在原地打转 什么叫原地打转 他说家庭如果是一艘小船 嗯 然后理论上应该是 左边的人也划 划奖 右边的人也划奖 那以前呢 就是假设爸爸是赚钱 他就划左边的奖 妈妈在家里照顾小孩 就划右边的奖 以前那个时代 这样小船可以运行吗 可以前进 好 划得好不好 快不快 这另一件事 有没有吵架 另一件事 可至少船会运行 对对对对 但现在是 爸爸跟妈妈都跑去左边划奖 所以 有划奖的人就会知道嘛 你一直划左边的奖会成这样 就是原地打转啊 对啊 对 就是 现在家庭就会变成 两个人都要划左边的奖 没有人要去右边 嗯 好 那他在讲 一个105页 他说 男性的 就是传统的英雄旅程 一直会有一种失衡的问题嘛 因为就会鼓励他们 把情绪压抑下来 然后不要去 去 强调勇敢啊 对 无畏啊 等等 好 那他这边讲了一个 很有趣的故事 他讲 爸爸 有一个爸爸有一天 他在跟孩子玩 摔脚 爸爸通常会跟我孩子玩这种游戏 蛮好的 那 通常这个爸爸会让小孩 因为不可能小孩 摔得过爸爸 体型差距太大了 对对对 但是通常爸爸都会在最后一刻 让他硬 这样子 那有一次这个小孩呢 他就是 漫不经心 这小男孩漫不经心 就是 要玩不玩 那这次爸爸就觉得不行 我应该将你一个态度 所以他就没有让这个小孩硬 就真的把他压倒 就把他压制了 对 对 因为这个爸爸觉得他在教小孩什么叫做原则 什么叫做几率 这东西很重要 我会讲爸爸跟妈妈的差异 为什么 我们永远会怕爸爸 以前我不懂这件事 可是我现在懂了一些事 所以我对我爸的 那种爱恨情仇也好很多 你等一下提醒我一下 好 我今天讲回这个摔脚故事 然后这个 爸爸就 因为小孩就哭嘛 然后爸爸那时候就觉得 我就让你哭 你哭没关系 他也没有压抑他说男生哭什么 他觉得你 你输了哭没有错 OK 哭可以 可是哭完之后 起来再来 这是爸爸养小孩的方法 而且这也是蛮重要的 纪律服从 社会规则的认识 这真的在很多的研究里 有爸爸的教养的孩子 不管男性跟女性 在后续的成长 就是工作阶段之后 发展会比较顺利 对 其实像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 我们常常说 你无论做什么事情 你要投入其中 输赢是一回事 你有没有尊重你的对手 这个我觉得 这个爸爸在教这件事情 对 对对对 好 来 可是这时候来了 小孩在哭哦 妈妈 妈妈 来来来 你们会觉得 这个妈妈会怎样 或是如果是你 你看到这个情境 你前面都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爸爸的心情 你就是看到 小孩大哭 然后爸爸在旁边 冷冷的等着 对 你会怎样 通常夫妻好不好 感情好不好 在这一刻发生 而夫妻都没有意识 这是你们夫妻的问题 你会觉得是教养的问题 但所有教养的问题 都是夫妻的问题 对 那这时候妈妈进来 她可能会说 你这爸爸是怎么当的 嗯 你没看到小孩哭成这样 这样吗 好 这我不管她 那这时候爸爸 可能会试着解释 说 我在教她什么 好的爸爸会解释 但不好 不是不好爸爸 就是语言功能 没有那么强大的爸爸 就会觉得 这有什么好讲的 跟她哭一下会怎样 可是这时候 妈妈就会有很多的指责 就是 你当爸爸的 让小孩哭成这样 然后我都不能交代 你什么事情 交代好之后 我都要来收拾 就是什么什么 妈妈会介入 在这个时候介入 其实这个时候 其实你是让这个孩子 在钻缝 我们有在做家庭的 就会知道 很多时候 那个系统的动力 之所以会长成那样 你真的不能怪 任何一个人 是整个系统 最后变成这样 当孩子意识到 哎呦 我只要哭了 我妈就会跳出来 然后他们会吵架 他一开始 绝对不会是刻意说 哦 所以我要伤害 他们的感情 不会 这个孩子会觉得 哦 我只要哭了 妈妈会保护我 那我等下 就会得到我要的 对啊 于是这个孩子 永远学不会 纪律跟态度 对 他永远不会 学会这件事 对 那这个时候 爸爸他就是 哦 算了 不要给你吵了 你就给他骑好了 反正我要用的方法 会被你念嘛 所以 我其实在看 这个例子的时候 我开始意识到 那些女性 跟我讲的故事 会不会 他们只看到 一些片段而已 他只看到 他的先生 在教养上面 跟他不一样的地方 而他的不一样 他女性很容易 放大危险跟风险 嗯 就有一个 很经典嘛 我们后字上一下嘛 就有一个 爸爸在抛小孩嘛 小孩 从小孩的视角 从爸爸的视角 从妈妈的视角 高度是不一样 但其实 对 就感觉啦 嗯 心理学其实也 确实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妈妈在养育安全 的这个照护 是比较好的 可是如果只有 妈妈的照护的话 这个孩子会变得 太过谨慎跟畏缩 是 他没有冒险的能力 对 没有突破的勇气 对 我不是在批评女性 可是这是 你当你要做好 这么多安全的工作的时候 你怎么看得到 他去冒险 玩杀 玩的一身是泥 那时候你不会骂他 你一定会想骂他 因为你 以为他要处理啊 可是爸爸 当他不处理 他比较不 做照护的工作的时候 他比较能够允许孩子 有一定空间的探索 哪怕有危险 他会去control那个危险 但是他会愿意 让孩子到极限 这是妈妈比较不会的 如果性别比 就是真的要拿来 我知道 爸爸里面还是有这种 比较保护的 妈妈里面 也有那种放生的 都有 但是总之 这是一个整体的说法 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就你刚才讲的非常好 很多时候 孩子为什么 出了社会之后 他很难融入这个社会 是因为这个作者的说法是 父亲的缺席也好 或是父亲在教养上面 他是弱者 他做什么都会被骂 对 于是他就远离这个家 反忽把钱带回来 这样子 不会有人天生想讨骂 所以我们不鼓励 男性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也不去理解 那你为什么要放着他哭 我们就只是说 你就是不会带 你就是要把小孩弄哭 你这爸爸就是 怎样又怎样 的时候我们开始去意识到 很多的批评跟下意识的那种 对于不一致的处理方法 其实正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这个 教养问题也好 或是会问题也好 它可以一直出现 一直出现的可能一种原因 对 对 所以我自己在看 这个例子的时候 就是看了之后 我就会告诉我自己 人家在管小孩的时候 不要介入 那你刚才有要我提醒你 就是为什么小孩 还会怕爸爸 连我我也是 我问很多人 就是你在家里 跟谁比较好 通常都会说妈妈 即便是 在我们公司员工 会比较怕我 对 很奇怪 我跟你讲 我知道原因了 我是深刻的知道原因 他说 因为家庭有些时候 放大也是职场 他说在家庭 妈妈通常是设立原则的人 就跟你讲 不能这样 不能那样 几点要干嘛 可是爸爸通常是 执行原则的人 就是妈妈的教养方法 我们可以回想 是不是跟你讲 你几点不过不去 所以说要怎样 可是 我们只会看一张图 就是这是我的底线 这是我的底线 你不要过来 但如果过来怎么办 我觉得 从话一样 好烂 我说真的 我承认 这一集我自己承认 我虽然会下一堆原则 我员工也会知道 我脾气也没有很好 我也有原则 可是如果真的 怎样的时候 第一个会动的都是我 我会很容易心软 所以孩子其实就会知道 那我好像就不一样 对不对 我很少讲 该如何不该如何 但是我一讲 你就 就 对 就是那样了 所以小的时候 你想想看 妈妈跟爸爸的角色 是不是都这样 妈妈一天到晚 因为她照顾我们 所以她就跟你说 你爸回来就知道什么的 但你爸回来的时候 就真的是那样 他不跟你讲话 他也不跟你啰嗦 叫你贼 你真的怎样 我记得我常也是 就是法贵到回来 被我爸打 那我现在想 确实他就是要告诉我 一些很重要的纪律 可是因为 那个年代比较没有 方法啦 对方法 其实背后的精神那样 但执行的方法要调整 对 好 所以他就说 为什么小孩 这是我的解释 为什么小孩都会怕爸爸 是因为他是执行的人 他不跟你啰嗦 所以你会知道 你在爸爸那边 没有什么好 没没头 没有给你残熊的地方 所以你本来就会比较敬畏这种人 说真的 可是妈妈那边 你就会觉得 赖一下就好 看一下 看能不能撑到一个空间 对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有听到这一段 而且你现在有小孩 说你回头去检视 你们家的教养方式是什么 不是对错 你们的模式是什么 所以让孩子怎么了 是 嗯 就是 所以你看你 员工真的比较怕 就不怕跟你讲 因为他们会觉得你在这里没有那个 感觉比较没有 可是其实你有 那他们感觉我比较好 感觉比较好 残凶 对 那偶尔我确实也会 这样来又这样去 可是你 其实我们的合作就会很好 你就会告诉我 那条线就在那 嗯 所以哪怕有的时候 我自己也还在 以前我会比较常生你的气 我会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嗯 这样很没有 人情味 或者是这样 就怎样 我会生你的气 嗯 我会生你的气 可是现在我会比较懂 嗯 这个没有什么好 生不生气的 而是要回到一个更长时间走 跟一个更大的 对 原则来看 那整件事要怎么样 变得更好 嗯 我说真的 这是我 这些年 我才慢慢长出来的能力 很不容易 但是 很棒 真的 对 就是 他里面 很多人走一辈子 连长都不愿意长 嗯 就是 他是说爸爸对给小孩的爱 嗯 需要十多年才能兑现 嗯 就是他的教养方法 他的那种 可是 我看过很多的故事 在怀念他爸的时候 都是这种故事 对 都是 不是那种 就是关系到他人生 长期发展的重要原则 重要信念 是爸爸给的 是爸爸给的 所以 我觉得男性女性 在教养上都很重要 妈妈很重要 爸爸也很重要 是 所以今天 如果你是女性 听到这个 请你给你身旁的这个男性 多一点的鼓励 嗯 让他回来做这件事 而且有意义感 如果你今天是男性 听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想要告诉你 你的参与 其实对你的生命 对你的孩子 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 好 你的方法 试着去 呃 让你身边的人懂你 嗯 但是不代表你 你做错 是 OK 没错 嗯 然后最后一个 是真的 我想要来讲一个 也是真的戳到我的 就是 什么叫做男人的行为 跟思维 是跟女人不一样 而且 你真的要尊重男人的方式 不要觉得你不舒服 不习惯就贬低他 嗯 他里面在讲一个故事 他在讲戏弄对男人的意义 什么叫戏弄对男人意义 很多人一定会觉得 男人很爱讲干活 嗯 很爱讲一些 口水的话 嗯 或者是 看起来有颜色的话 嗯 那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很不舒服 这件事 就是我说我去工地 然后我有点怕跟男性 单独相处 因为我会觉得我一直被亏 嗯 那他 这有时候会过分敏感 哪怕人家叫你一声美女 你都嗯 对对对 以前啦 以前 那他里面在 要不然人家要叫你什么 哈哈哈哈 我觉得他们现在也 嗯 也很动辄得救 他们就可能会叫我杨小姐 这样子 好 那 他在说 他里面在讲一个案例 就是他在讲消防队员的互动 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听 嗯 他说消防队是一 他就跟军队跟警察是一样 他是一个男子气概很浓的 的机构 嗯 然后这里面都会有一些 以前叫做学长学弟制 嗯 很 不好 那我也相信 走到极致都不好 对 没错 一样我们不要走极端 可是 他里面是可讨论的 嗯 那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因为有一个新人 嗯 他去报道 然后大家都知道他是局长的儿子 嗯 他要进到这个消防队工作了 然后 局长的儿子 你知道吗 嗯 嗯 但他就是不知道 关系特殊 不知道怎么对待他 对不对 可是我们还是要一起去出任务 是啊 而且消防任务是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嗯 就是你必须能信任你的同伴 因为你在冲锋限制的时候 你是必须把背给他嘛 嗯 男人是这样讲吗 我要把我的后背给你 对 就是你必须信任你的 嗯 你不能在很大的压力的情境底下 这个人会跑掉 嗯 可是男人要怎么测试这件事情 因为你去问这个人 我跟你出任务 你会不会保护 我一定会说 有啊 谁会说不会 所以男人的智慧来了 嗯 我要怎么确认 你是一个扛得起 扛得住的人 责任跟压力的人 那他们的测试方法的时候 就是会用一些calsay的 嗯 如果我calsay你 你就 你就崩溃了 你就跺脚 我要怎么去相信 在一个天大的压力来的时候 你扛得住 嗯 虽然这里面的逻辑还是可讨论 可是我觉得不无道理 嗯 好 不无道理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这个新人 嗯 他就一样会被calsay 他就有一次 那他就 刚开始就大家还会比较客气 嗯 那有一次 他们有一个比较老鸟 就跟这个新人说 他不然给他一个什么 消防的 耙子还是什么 你就跟他讲说 你用这个挖鼻孔 然后男人就会搞这种事情 啊 就 无聊的游戏 那女人就觉得很幼稚 很幼稚 幼稚鬼 幼稚到不行 然后 妙了 嗯 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 是什么 他就接下那个棒子说 好啊 你要是腌过的 还是没腌过 我以前就会觉得 这就是男人在打批 嗯 可是这个作者就分析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赢得了兄弟的尊重 嗯 什么意思 女人一定听到这边 听不懂 男人已经听完了 已经懂了 他说当这个人可以承得起 笑话或戏弄 而且他还拿自己 嗯 做这个朝 一样啊 也要开这个玩笑 意味着 他是有杀子的 然后再来 我是没有敌意的 嗯 然后我懂你在干什么 嗯 就男人在这个 电关火石之间 已经沟通完了 但女人 已经一堆潜规则都流动完了 对对对 但是女人就是透过语言 就是要透过语言 对 你到底有没有喜欢我 我们可不可以手牵手上厕所 我们这个礼拜去逛百货公司好不好 我说真的 嗯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男人在搞这件事 就是哦 这里面这么多讯息 对 可是好像 跟男人讲 嗯 好像就这样啊 有什么好讲的 对啊 从男人的角度就是说 我跟你这样子 你就一副 认真起来 嗯 那就意味着你根本没有搞清楚 我在 嗯 我在跟你 我在跟你 我在跟你交朋友 嗯 对不对 是 或者是你就 你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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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什么 比如说我叫你拿那个挖鼻孔 其实我也在看你的反应 对 对不对 嗯 那反应如果是 你就会开始计较 那说真的 我真的不敢跟你合作任何事情 对对对对对 那 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让我懂很多事情 一方面就是 你知道女人同样的行为 发生在女人事件 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明显 这个人会被排挤 嗯 女人是不喜欢这个人 然后他才会做做这件事情 戏弄的事情 所以很多女生不敢 一个人上厕所嘛 因为他们很怕一走了 就所有女人讨论他嘛 嗯 然后 说真的 这个也是男人无法理解的 对 这是男人无法理解的 对 但是男人不是 嗯 他们就都在你面前 亏你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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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处理的方法 不一样 那同时我也理解了一件事情 就是男人没有变 变得是女人 嗯 比如说这种戏弄 如果我们衍生来讲 有时候男生对女生的撩妹 嗯 有没有 或者是 啊年轻还在追求的时候 就会很好笑 男生会很好笑 嗯 但是同样的行为 如果他婚后做 就会被老婆骂很惨 你说撩他老婆 就是讲一些话干话 男人其实没有变 对 还是个男孩嘛 对啊 就没做正经 对 你整个人 是 是女人变了 女人不懂男人的幽默跟男人的逻辑 所以他就会被酸 然后男人最后就不讲话 这我真的很有感觉 不是因为你啦 就是也是有很多很多经验嘛 嗯 就是 就你说哦 有时候人家说 人家说男人很无聊 究竟男人本身无聊 还是他做了几次这样的测试 然后他的伴侣给他的反应 让他不得不变得无聊 嗯 因为他认为有聊的事情 对方从来不接啊 嗯 对方从来不接嘛 是是 对啊 然后就会造成一个状况是 在男人心理上 只好把他的伴侣 当成是另外一个 女 另外一个母亲 哦对 因为照顾嘛 对 然后这时候 女人又会觉得说 男人怎么没有功能 我不是明明嫁一个老公 怎么多了一个儿子 对 听得出那种循环 有没有 对对对 所以我终于觉得 婚姻治疗很重要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你这本书的结论是这个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 我必须承认 理解另一个性别 没有这么容易 是啊 我也花很大力气去想 你们真的这样想吗 哈哈哈哈 然后我必须按赖自己说 为什么要这样 那很无聊 我必须说 嗯好 我尊重跟理解 这是一个 跟我不一样的想法 可是我也必须承认 也因为这样 我看见更多的可能性 甚至是爱跟很棒的东西 当我没下意识的 我去承认我对另一个性别的敌意 嗯 我承认 嗯 然后我也 嗯 不去 恭喜 嗯 为了保护自己 我真的去把他放在台面上来看 我还是有很多 可能还没做好的东西 可是我却就觉得 舒服非常的多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介绍这本书 男孩危机 嗯 嗯 听到这里哦 我想我们无论是对另外一个种族 另外一个族群 另外一个性别 会卡住我们的 其实是很多的偏见 嗯 好 但是呢 无论是另外一个种族 另外一个族群 另外一群人 或另外一个性别 如果我们都能够拿到一个高度 就是回到人的本质 其实 我觉得从这个高度来看 再去看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 很自然的自我转化的过程 嗯 好 就是 我 我突然间我不知道怎么去下结论 因为我在听的过程 也是百感交集啦 因为 终于有一本书 然后尤其是你来介绍这本书 嗯 为男人的那种 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说不出口 而且说得太清楚 还会被骂 的那种难受 有人 让他看见 嗯 那我觉得 其实一个社会要好 或者是我们的人生要好 我们都不是活在真空里的 OK 在所有的关系 无论是亲密关系 还是职场里面 一定是两性 都会有 接触跟交集 甚至于是很深刻 接触跟交集的机会 嗯 那这一份理解 我觉得是 很重要 这也是我们在 做有生书品 一直在努力的 嗯 部分嘛 我们好像一直 都突破我们 舒适区的边界 对不对 不是 我今天 订了一本书 难道我觉得 对难道我也不知道 怎么下结论 我自己承认 我也不想要 摆出一副 我很知道 怎么结论一样 但总而言之 我想 男孩危机 它很值得去看 而且很值得 我们去体会 如果你是个男人 我觉得你看的 过程当中 你会得到一个 很大的支持 嗯 因为对男人来说 他不一定需要别人 告诉他怎么做 嗯 但是他需要别人懂他 对 这本书会懂你 好 我觉得他 他会带给你力量 让你在人生当中 找到自己的目标 跟意义感 嗯 那对于女人来说 我相信今天嘉玲 他的自我出场 跟呈现 已经说明完 很多很多事情 嗯 男人并不是跟你对立 这个世界 也没有谁在为难谁 我们回到人的本质 去理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性别 或者是另外一个 不同的生物 跟心理设计的存在 我相信也是我们 圆满人生当中 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过程吧 嗯 好 所以 我就不要硬在做结论了 因为我觉得 有很多东西 你听到这边 可能心有所感 好 那工商服务 这两次工商都转得好硬 一二三 跳一下 好 其实工商服务也不用硬啦 因为职场上 本来你就没办法去限定 你的同事是男人还是女人嘛 尤其现在 你看 以男性为典型角色的职场 现在有很多女性的加入 消防军警等等的 那以女性为典型的职场 他长年以来 其实都有男性的一个交杂跟互动 那在职场上面 就说到我最近推出的线上课程 叫全方位职业思维 那这一门课呢 其实是累积了我过去 这二十年的经验 包含是我个人 包含是我做很多的个案辅导 个案教练的过程当中 去探讨职场 虽然我们过去花很多时间都在谈人际关系 但是其实职场更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具体呈现跟兑现 它少了很多我们的猜测跟理所当然 它多了更多你生命当中的价值的自我兑现 工作不是生命的全部 我也从来不认为它是生命的全部 但是工作要为你的美好生活去做一个支撑 那你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其实职场当中 你如何去思考 如何去判断 包含你如何被领导 你如何去领导 如何去在各个重要的阶段 去做重要的决定跟决策 这里面有很多你应该知道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也不会有人明确的告诉你的那些部分 叫做潜规则 那当然你做任何重要的决定之前 我要不要转职 我要不要提加薪 我这时候要不要跟老板距离力争 还是这时候我先配合我的老板 你做了任何行为大小的决策之前 你应该要有的评估跟思考 这叫职场的潜规则 而我的全方位质押思维呢 就是把这个职场的潜规则跟潜规则 为你解剖的非常的清楚 他运用75奖 总长14个小时 给你全方位的陪伴 所以他不是那种潜藏折子 给你讲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打了就跑 不是 他是很深入的陪伴你的职场发展 75奖 如果用工作日来看的话 一个工作日听一讲 听完大概需要一季的时间 而一年呢 你可以重复它四次 为什么我这样子鼓励呢 因为你的生涯 你的职涯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而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 它在不同的时期的变化 它会带给你不同的支持 那既然谈到支持 这个也是我们做的一个突破跟尝试 这么大规格的课程 它的原价是10800 因为有看我们的实体课 线上课你就知道 但是呢 在我们的第一波超早鸟的优惠 也只有这时候有2022 那为什么是2022 因为现在 现在你听到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2022了 就为今年给你一份礼物 让我们陪伴你 一起圆满人生 生命当中没有小事 没有不重要的事 只有我们愿不愿意用心的事 你的职业值得你的用心 当然了 你的关系 包含你自己 也值得你的用心 那课程的详细资讯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 欢迎你的加入 当然更希望你继续支持 我们用心为你制作的内容 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 谢谢你的收看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